四口人 俩阵营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老伴跟女儿是一个阵营的 他一个阵营的 你就做不了主了 就你们家里现在严格的分成两个阵营 中间有这么大的一道沟 重男轻女的父亲 守好老本的母亲 您倒挺坦率的 您这样的安排是重男轻女 就解释你的行为的合理性是重男轻女 传儿不传女 那老刘按说你的传统思想 那闺女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你这又让人给你交钱 所以想房产时候就不想人家了 重男轻女重男轻女 所以越好越欺负人家 我问您对儿子和女儿 您是一碗水端平吗 我讲的我就端平 还是重女轻男 我不重男我一样 母亲陈美霞是位思想传统的老人 但是在对待子女方面 陈女士表示并不认同老刘的重男轻女 老先生他说他自己重男轻女说了不下十遍 很正常 其实我父母也有一点点 我可以理解 一个担心养老 一个重男轻女 老两口各有各的固执 长久以来的摩擦不断积累 我都说就我的归我 你的归你 我谁也不在 老头子的归老头子 您是因为老头子重男轻女 就特别的看不上这儿子吗 我不是说 就特别的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是这样吗 不是说讨公道 我就说他靠他 那不就让他靠去吧 我不靠去 你的儿子对你不好吗 就我这儿子就在瞎骂 骂叮叮叮叮就快门 他骂起来了 这儿子 骂谁啊 骂我回家 母亲虽然表示自己一碗水端平 但也向我们袒露出对儿子品行的担忧 其实我在家我也伤心 我也伤心 我就到这儿了 我老婆我管什么呀 你家的事是你和你老爸两个人 无端生出来的 都是我给闹的 两个人 我说的是你们两个人 首先 儿子和女儿 原本没有矛盾 他俩没有矛盾 他俩什么事都没有 父母的对立 让子女们左右为难 你女儿刚才就 一说起来 他哥哥就恨恨的 怎么了 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呢 你们两个人多厉害呀 在家里面 三道房子攥在手里 只需要把这个 对家庭有伤害的话说出来 达到目的了 你看他俩反目了 大妈呀 您跟老伴的这个问题 出在哪里 你知道吗 您信了陈绿那老本老婆了 但是你老伴啊 信毕老师那句话 就是传统思想更难改变 他老记的那句话 知道吧 他重男轻女 这传统思想不好改变 我卖房子有什么必要吗 我哪里卖这房 给你哥爷爷爷吃力去吗 老母亲坦言道 对于现在的小刘 自己不太放心 在家之小刘曾经情绪失控 无疑让母亲 在对待房产问题上 更加谨慎了 你是对这儿子不放心 是因为他有 有什么缺陷吗 我就是 我的东西我拿的 你就是认准了 这个老本老窝这个话 现在三块地 那可值了不少钱了 那是啊 没见过这么多呀 东南网子下来 家里一家四口 全都不会过日子了 包括你也说 你想守住老本 担心儿子好像有点 哎呀好像只图钱 要卖房什么的 我可以理解 作为老年人 到这个时候 如果把房子给儿子了 万一他骂了 来找我怎么办 你们家真的不能 再拿这个财产的事情 再这样来回扯 这不行的 感情会厚完的 有关重男轻女的问题 你跟老父亲沟通过吗 沟通过 你虽然你也是 从小到大干我 你重男轻女 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还是我爸 这么一意孤行的 家里什么都听不进去 你们到我们这来 干什么来路 因为父母一再强调 我们重男轻女 特别是父亲 但是抛开父母你们已经成年了 有矛盾 找第三条解释 镜头中的老人叫刘凤妍 是刘家的老父亲 老两口共有两个孩子 儿子刘福贺在外打拼挣钱 出嫁的女儿刘倩 经常陪在老人身边 平日里刘凤妍 在家中一言九鼎 家中大小事物 一向是处理的妥妥当当 但最近有件事 却成了老人心中的一个结 我现在就没想到那个 我不重男轻女吗 就是那咱们开一家庭总团会议吗 他俩一派 我俩一派 他不相互共同 家庭会议 这句话不停的在刘家父母 和子女之间重复 会议究竟指的是什么 时间倒回到2016年 这天 一贯一言堂的老刘召集妻子和子女 声称要民主一回 一向专政的老刘 难得的来了回民主 不成想弄巧成拙 让原本团结一心的家庭 出现了裂痕 有矛盾找第三条解释 大家好 我是张鹏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刘先生 是一位朴实的农民 他和老伴勤苦劳作 苦尽甘来 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了 妻下一儿一女 儿子在外打拼 女儿呢 孝顺父母 本来是子秦女孝 家庭和睦的一家人 可是刘先生 对于现在的家庭状况 却越来越不满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 您是老父亲是吧 是 老刘 老刘 那是小刘 对 看你有点像杨子荣啊 打扮的 是哪的人啊 安定 就大兴 就本事 大兴安定站 大兴安定站 说家里怎么有好几块宅基地啊 有三块 三块呢 刘凤岩虽然没有太高的文化 但经过多年的用心经营 前后一共买下了三块宅基地 这其中也有不少的曲折 这那么多块 84年那年 我买了一块 等到93年呢 又买一块 又买一块 93年呢 后来又批一块 可以 大队又批一块 大队又批一块 那么现在像特别这对老夫妻 值得庆幸的是 当年都有投资的观念 买了这么三块地 买了两块地 还批了一块 这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运气的 老刘名下的三块宅基地 都是老刘和其爱人的共有财产 子女并没有在其中居住 说起此事 老刘的儿子也很苦闷 似乎这其中 还有些难言之隐 那两块呢 我儿子跟我儿子 喜欢想当初也在那住了 想在那住 想当初 头几年也在那 也在那住了 想当初住过 住过 后来怎么又出去了 后来他出去了 小刘 你想当初你在那住过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在那住了 那后来怎么又出去了 没有 有话好好说 没有 怎么了 你提提这事怎么 怎么了也来吧 好好说好好说 没必要着急 现在别说他 怎么回事啊 父亲你怎么委屈他了 没有 我没委屈他 父亲没委屈我 谁委屈你了 我这人我就不好说 我在分子上的人我就忍了 我不演演 我是这种经历 跟谁闹了矛盾了 就是说我这事也没什么事 以前那时候三个宅基地 这是我父亲的全都是 现在住我爸爸跟我妈住这个 是我小的时候男子批宅基地 给我批的 完了回来我爸爸两个是买的 哪个是你批的 我爸爸给我批的那会儿说 有儿子农村有儿子的 有一块是给你批的 对 我现在问你为什么曾经在那住 后来又出去了 就是我结婚之前我也没在那住 你为什么出去 回答我 矛盾 跟谁闹矛盾了 我听见是媳妇的 跟谁闹矛盾了 在一起生活 婆媳之间肯定有矛盾 小姑子那会儿没出嫁也有矛盾 跟那个公公这儿还是会有矛盾的 主要是你跟他们家人矛盾 不是我 你不是婆媳吗 对 婆媳肯定是我 然后这个家呢 是所有人都有矛盾 每个人都不听每个人的 根本就不是个家 自己都有自己的主意 所以完了之后 我们就在那一块就是没法生活 为了避免矛盾出去租房住 后来有了孩子了 我们回家待了不到一年 也没在那块待了几个月 在他们镇上租了一个房子 冬天天气冷 没法带孩子 家里也没有冷气 然后住了半年 在期间老太太生病做手术 我们给测好了之后 孩子也大点了 就想着还是出去过吧 在外边好一点 现在还是在外边生活 还是在外边的 对 房子虽然挺多的 但是没法生活 没法过 婆媳之间的矛盾 似乎并不是此次矛盾的核心问题 而小刘夫妇搬出父亲的宅基地 也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在现场 小刘说出了她对家人的看法 老刘啊 你这这么多宅基地 给儿子住一个呗 给他吗 给 给呀 不是没地住 不是没地住 我刷牙房基地呢 怎么会没地住啊 小刘 你别委屈了 你父亲这不说给你一块住吗 给我一块住 是没事 我也知道 我跟我父亲并没有矛盾 那你跟谁有矛盾 就是说跟我们的小姑 就跟我妹妹现在 你跟妹妹闹矛盾的 是 跟我父亲并没有矛盾 父子吴征 同台而坐的父子 在现场十分坦诚 老刘更是表示 愿意让一块地给儿子居住 小刘则慢慢地 说出了她与妹妹矛盾的缘由 那跟妹妹闹什么矛盾 就是说我们现在 现在她已经干扰我们家的生活 因为我 别这么说 干扰你们家生活 那不是你们的 都是一大家的 是一大家的 她就说 我现在要分我 要分户 她说你就是分我爸爸的财产 现在的户口分户 我的目的就是 现在我已经过十八周岁了 我已经有这个 媳妇有孩子 我们得单独的需要一口碗 现在村里全分了 就是我们那儿分 这什么没分呢 我爸爸同意分 我妹妹跟我妈不同意分 这么着妹妹不同意 妹妹不同意 那老父亲做主啊 你们家又不是你妹妹做主 对 是 父亲能做主吗 我一开始 是想着做这主来 就这样生半 办完了 回头呢 归宁那个不愿意 再对付他 不是还有俩呢 生半了没有 三房子都没办 没办当中呢 这让妹妹听说了 知道了 回头说呢 让我归宁听说了 是这个夫妻财产 不分割 不能个人做处置 我听见您老伴什么意思 老伴他保留 保留意见 不是我们归宁不同意 我开了一个家庭座谈会议 看来兄妹二人的矛盾来源 是老刘要分户给儿子 但是妹妹不同意父亲的想法 无奈之下 从来都是一言堂的老刘 头一次开了场家庭会议 希望其儿一起坐下来商谈 当然 这并非是老刘的初衷 以前我不开家庭座谈会议 不跟谁也不跟说就生败 现在我想着呢 我那回甭关子说漏了 不让我归宁听见了 我归宁说呢 这事儿 你等于处理财产呢 就是这样 社会上不是想着什么男女平等了 什么 这这个 我现在我就没想着那个 我不重男情女吗 你这不是写着是分裂了 通通事发了吗 他想偷风过 然后被一不小心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被这个小女儿知道了 就是可能说漏了嘴了 然后小女儿就鼓动他妈 然后他们这家庭会议的时候 就谈得很不理想 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我是今年才听我爸爸道了 才知道 哦 要动有爸妈家产了 我站出来了 看来 老刘其实也想过 自己私下把宅基地 过户给儿子的事情办了 再向家人们先斩后奏的 怎奈 一时让女儿壮破 那么 如果当初没有女儿阻挠 一言堂的老刘 能否把事情办成呢 你想把哪一块给儿子 把西斜街五条 以81号 西斜街那个 那块宅基地 那块宅基地 过到他名下 过到儿子名下 过到儿子名下 那个落一户 镇里面同意吗 对里好办吗 对里边 对里不管 我这不 那你找哪儿给你办这事 找那个办这事 还得写赠语 回头通过法院 法院 今儿我不是一个儿子吗 通过法院打官司 拿法院那判决 再上派出所 大大队开信 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再上大队什么去 回头最后还能分 还能分了户呢 他过得了吗 现在能过了 他过不了 就是 农村宅基地 他现在原来就 93年登记那个红本 这些更不给改 不给动 但你第一商务 如果说你要什么 做一些转让 让人家住 战友使用收益 那人不管 他说是房子 他爹说是 反正他们村里面 人都过户了 不知道 到底有什么理由吗 要一定要给孩子 过户一趟 没理由 船单不船女吗 船单不船女 早在以前 老刘就已经有了 给儿子一块 宅基地的打算 也是跑前跑后 经历了很多曲折 但是这些挫折 却反而坚定了 老刘的决心 结果呢 这是第二次上法院 就说呢 最后割出的结果 是驳回 驳回 他驳回是怎么 用什么驳回呢 说这个 我那个 那房呢 那60号呢 北西 就是北西 南四条60号呢 没有那个 建房证 你对没有 将官政府部门的 手续 不全部 就说他给你驳回 我说呢 当时我问这个反官 我说 我找一个有证据的 我不管 三方二都没证据 我找一个有证据的 我这个 西斜街五条 以81号 就现在这样 他是93 93年批的 93年批的 他得有证据 他得有根 我找那根性品 我还原 反正说 那他也不敢 当面了 给我正面 所以我就 走向这个念头了 我那个 拿我那 这个 西斜街 五条以81号 那有 他几几年批的 他得有证据啊 我说我找那证据 找那证据 我再拿着这证据 再上法院来 你很没得说了吧 回头你再出了那判决 拿了那判决 再上派出所 再分户去 那不就 顺利成账了吗 我一找这个 建房证呢 没有啊 就用了 甭管怎么 大证没给我吧 我再补家 等我补完这建房证 回来 还没办呢 就出现了这镜头 就出现了这个 这矛盾 现在出这矛盾嘛 虽然老刘私下 为分户的事情 下了不少功夫 但终究 没有办成此事 如此看来 在之后召开的家庭会议 既是偶然 也是必然啊 老伴是什么态度 老伴是 不分保留 不分保留 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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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保留 不给他 我要留着 我这是要连这个户 连这有一块房间 也要过 我儿子名下的 我明白了 那就是说老伴跟女儿 是一个阵营的 他一个阵营的 你就做不了主了 是吧 不好弄了 不好办了 我被递了镜子 我要没有这事 是吧 我先从我自己立 我是大男子主义 我就说了算 对 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你想了吗 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没 因为现在法律健全了 有时候得依法办事 是啊 我先从我没开过 家庭阻担会议 没删了 我这事就怎么办 办完了 还能招招招招招 现在开一回 家庭阻担会议了 干了 我这下回还不开了 这事也出现问题了 我闺女也不愿意 回头我媳妇保留 回头我们俩人 这事生生都办不了 开一进行家庭阻担会议 会议四个人决定 出三个问题 出三个答案 我跟我儿子是一答案 我媳妇是保留 我闺女是站的 也可以说不同意 也可以说站的 我媳妇的立场 这等于两大阵营了 随着家庭会议结束 老刘的老伴 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让老刘很是难堪 调解专家 在了解矛盾的焦点之后 针对矛盾的起因 提出了疑问 我问一下小刘啊 你非得要分户吗 非得要过到你名下吗 这个 你住着行不行啊 我住着可以 就是啊 你住着谁能打扰你吗 反正这说来打扰 分户这是肯定得分的 我现在问你不分户 你住着是有人打扰你没有 住着 反正这个也是很多事 就是后患 就不是说这个也是后患是肯定得有的 这是早晚得办 因为现在人家 现在我们已经是后期 头两三年就人家都办完了 谁办完了 村里的村 我们村全分了 全给儿子了 不是全给儿子 全都是这么分的 那这样一块给儿子一块给闺女 这不就平均了吗 子蓉 你说呢 想当初呢 我是 我是做男性女 因为在这以前没有提过这房子 要分房子这个事情 然后自打最近要提 九月份之后 我知道这事之后 他开始就是说这事 他就明确表示 他的房子就是跟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给他的儿子 他的那份财产是给他儿子的 然后给我可能就是那一点点 一点点可能就是重情怜悯 甭管是怎么着 就是可能会给你一点点吧 就是这个意思 按法律上来讲 这个财产是我爸我妈的 他们有对房子的处置权 第二来讲 我爸和我妈生我养我到十八了 我对他们就应该养老从中 我不能因为对他们的孝敬 是从他们的财产转移开始的 虽然他们的财产转移 而转移我自己对他们的孝敬 我不这样认为 对 当然我也是防着我爸 我哥不孝顺 所以我是支持我妈这票 在他们有生之年 把财产钻在自己的手里 就这意思 那些房子给儿子 然后如果自己以后 也有的份也给儿子 如果你们反对我就不行 我不干我就给国家都行 就是不给女儿 对 女儿你少来唱我家里 是女儿有仇吗 就是女儿外交 你就传统思想们肯定 不是不是 你看那个女儿 他在这件事里面表达的态度 你就知道他家就是两个阵营吗 肯定是什么 重男轻女 这一词倒是显示出了 这位淳朴老人固执的一面 而这 也似乎成为了这场矛盾的导火索 您倒挺坦率的 您这样的安排是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 就解释你的行为的合理性 是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 传儿不传女 传儿 传儿子不传女儿 传儿子不传女儿 没准能传一点点 到可不敢 万一敢拆迁了 可以给你 给你一点 我都给儿子 对 你这传统思想现在有转变吗 没有 那我还是传统思想 那毕竟一老实说了 你教的 要改变你 是你教的吗 要改变传统 你那传统很难很难的 他什么时候教的你 我老看咱们这个栏目 他在节目里说过 毕老说了那么多别的没记住 就光这句话给自己为自己所用 找到专家指导意见为依据了 是意思吧 是这样的 你要突破他传统观念哪那么容易 那是啊 那先到毕老实说 但是呢 他不是那意思愿意给吗 我这意思 我都留着包裹着 我也不给他 我也不给他 谁也不给 谁也不给 我几个拿到 百年以后你有分开吗 等那只再说吧 那回你也行 回来 所以人家越好你越欺负人家 你妹妹不说话 你就不知道她是你的对手了 那重男轻女 她咋自己力量就是重男轻女 她咋一个人就是重男轻女 回到这时六十多岁了 她能变了 就是重男轻女 法律也不支持 儿子呢 我是重男轻女 到这时候该重女轻男了 可以 你这是 忙里拐不往外拐 爸爸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真的要留一个舍一个 女儿不伤心吗 不让他改变我 跟他商量 商量 把你的老传统告诉他 你争取他理解你 然后你也稍微舍点小财 你不能完全不给他 你得让他内心能过得去 您知道像他这么大岁数 被自己爸爸在在世的时候就抛弃了 那感觉是很凄凉的 咱们一会儿 咱一会儿一块商量 我被递了 我也要不发生这分户那事 我再我也没毛过 但是我觉得您刚才那想法是对的 就是递主要的大头给儿子 但是如果要遇到拆迁利益 不影响他的情况下 可以 给女儿舍点 是 有那想法 咱一会儿慢慢商量 经过专家们的努力 老刘终于表示 愿意考虑女儿的房产分配问题 而专家们也趁热打铁 进一步向老刘询问起子女的赡养情况 老刘 咱们抛开财产 就说你们二老这个赡养问题 现在有问题吗 没有 谁在赡养你们 我闺女 我出嫁两年多 一出嫁那天 我就说一月给我交五百块钱 让女儿 那女儿给你五百块钱 儿子给不给 我说的那五百块钱 就说是让五百块钱 我那是重男轻女 就是想让我儿子 闺女要给 刚才还说一个 就是咱们这栏目有时候 要 跟这给 改第三条给人要 就有时候都不好要 要这五百块钱 我就说咱们给 我就问你儿子给不给 平时怎么 他们有没有回来看望过年 还是怎么照顾一下 给山羊带过 屁 五百 您旁边这位 她是 给多少 一月给五百 她五百 儿子呢 我是重男轻女 到这时候该重女轻男了 嘿 你这是往里拐不往外拐 一月五百块钱 我闺女呢 两年多都老给了 闺女老给你 儿子你不要 我闺女说呢 那我哥哥呢 我说你哥哥也给 可是我 实际没给 我给过一回 小刘 给过吗 这个 一百二百的 也就是给过一百二百的 我十万十多 你为什么不给五百一个月 儿子呢 也没保险 老子拉着我三十万 提起善养 连一向重男轻女的父亲都承认 女儿做的更好 付出的更多 当问起儿子时 老刘也向我们袒露了自己的无奈 老人家 我们不去做强行的改变 是 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人 是 咱们能不能别学老子的那个样子 我没学 您就是给儿子一张饼 你吃去 然后给女儿画一饼 画一饼 画一饼 没画 快实现了 不不不 没有那些 没有 都没画 撒了手怎么办的 人不管我们怎么办的是吧 你手里没东西 你玩 就是中男轻女法律也不支持 因为这说实在一句话 我现在困了 又要哭 现在有点困难 不是委屈 没委屈 为什么我现在没给 第一 自己困难 不是 老太太小饼 我给花了四万 没钱 孩子 出生四万 老太太四年 这都是一三年的事 我现在没钱 今年还花五十万块钱 装一个业业 我现在没钱 提起这事就是一把伤心泪 是吧 现在我正在所谓说的 现在我正在没有富裕的钱 我现在真是 刚才说老太太住院 八万块钱 上去楼 我也拿了 没人说呢 我没人说 我问他 但是孩子有毛病 就花了四万 四万到十月份 十月份以后 就十一月份的操二老太太做手术 十一月份操二老太太做手术 我说一月一号 有一批六万到七的 咱们拿着钱做去 一说人家不给 不给我的手 小刘这个母亲手术就你一人出的钱 你妹妹出了没有 她没出 我跟老爷子共同把老太太太的手术给做了 因为这钱我去 就这钱是我出的 这个五百五千一个月 我没给过 十二十出 出院的时候都是我的 你拿两万我回这儿拿两万 剩下那三万 她几个出 是啊 后期的药费 前期带我妈去乔病 包括乔中医 这些都是我花的钱 我带我妈去的 包括最后上鸡水潭 头天好 早上 头天她说去 第二天早上敲她门店 五点 我们准备同家出发 她不去 她连出来见我妈都没见 就从里边说不去 我带二 我跟我 那时候我男朋友 现在我老公一起带我妈去的鸡水潭 小刘是名出租车司机 在外租房主 早出晚归 又要养活妻子 还要供孩子上学 家境并不太富裕 这一点倒也解释了 为什么她急需父亲的援助 那老刘按说你这传统思想 那闺女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你这又让人给你交钱 是吧 谁想房产的时候就不想人家了 重男轻女重男轻女 所以你这得改呀 你别老重男轻女 都什么社会了 而且这个赡养光给你钱 他们都谁来看你们 你们现在又有人照顾吗 不用 不用 我有弟 还有弟 那平时他们来看你吗 看 都来 都来 那这一闹矛盾 是不是这俩就到不了一块了 跟妹妹 那这就心进 就咋心进 要分户 要连她落在那户上 先投什么矛盾都没有 这是最近知道这事了 最近知道这事了 这事了办不了 我要想办 一开始我起的意 我起的意 办这事了 是说有的时候医疗费物的 报销医疗费 烂七八糟的 还净找你的户口本 还有什么小孩上幼儿伴 敢不念户口的 净找我户口本 单一个户口本 别人就不找我户口本 甚至还有呢 有不点没准农村 也不点小利用户的 但是多一户口本 这说实话了 非得让你更加累 我特别想问您的问题 您刚刚说 您闺女以前和您的儿子 关于都特别好 什么事没有 从这会儿出现了这个房子 要过户的问题 才开始有争吵 您觉得是这么个情况吧 是 不是 不是 您再讲一讲 您重男轻女 应该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有吧 是啊 所以说从您规律出生 到您的儿子出生 到所有这一切 那家里面的生活 您应该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 重男轻女的心相 所以您觉得您女儿 在那个家庭环境中 她内心里边 对她的 这个是哥哥对吧 哥哥是 对 对哥哥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那归你 行 不赖 所以人家越好 你越欺负人家 那跟那忌讳是两码事 她重男轻女 你跟那个忌讳不忌讳 那 那不是一个 她怎么会不是一个事呢 那这些重男轻女 她咋自体力上就重男轻女 她咋一根上就重男轻女 回头到这时六十多岁了 让她能变了 在调节现场 专家们试图开导重男轻女的老刘 而老刘固执依旧 导致调节停滞不前 于是专家们 开始与小刘进行沟通 以此来寻找 此次调节的突破口 你和你妹妹翻脸了吗 翻了 已经翻脸了 以前没有 就因为这事已经开过一次会 不行 后来我这还紧要办 翻脸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 翻脸是吧 她是一个人回来跟你让脸了 还是把她丈夫带来一起跟你让脸了 她自己 你自己想要达成你自己的目的 你妹妹不说话 你就不知道她是你的对手了 还能翻脸 你以为你爸爸就光这么一个 红头白牙说 我是重男轻女 你就断断牙子 我们不能 那是你爸和你妈俩人的东西 对 是 现在你妈妈在你妹妹手里头 你要怎么样把她抢过来 让你妈把她的里面也都给你 你跟她翻脸怎么能行呢 是 得比原来还好 对 是吧 对 经过调解专家们的努力 小刘承认了对自己妹妹的失态 并愿意改正 处理完小刘这边的问题 我们的律师开始与老刘进行沟通 这样啊 这个关于走继承获得相关的权利 那法律当然有规定了 但的确还是很未来的事 但老爷子的想处理呢 办法还是有的 但就我们媒体平台 或者我个人而言 对老人老爷子所说的 重男轻女 而且理直气壮的这种想法 我们持否定态度 男女都平等 对吧 当然了 在有儿有女的情话下 偏爱某一方 真有可能的 但您千万千万别在这公开叫嚷 说我就是重男轻女 就是重男轻女 法律也不支持 情理上也很难支持你 但是你对你的财产有些安排 那这是咱另外一回事讨论 怎么能够有利于你的财富的 这样的一个保存持有 有利于你的财富的传承 有利于家庭的和睦和团结 你因为这个弄得鸡飞狗跳 那恐怕也非你所愿吧 对吧 所以你既然老看我们电视 你认识毕老师 我估计你也认识我 认识 对不对 大青地面我也打了不少官司 所以呢 这个事咱们讨论一下看怎么把它解决好 好不好 好 听了律师的话 老刘表示 愿意配合我们把问题处理好 之后调解专家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小刘 希望能够妥善处理好兄妹间的问题 我想跟这个小刘说两句 因为您的父亲刚才一直在宣称自己中男轻女 我这么大年纪了 六十多岁了 我改不了 我们也理解 这个毕老师也说过这么多年了 但是我想反过来问您 您现在只有三十六岁 我看上显示 对 然后您没有六十多岁 也没有说经历像父亲那个年代的那种传统观念的群套 那没有 是吧 所以您应该是跟我们同龄人 虽然说你从小在父亲这样的影响下 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要变得跟父亲一模一样 我没变得跟他一模一样 好 既然不是一模一样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是一位哥哥 对 对吧 那跟妹妹在一起成长了三十多年 对吧 起码有三十四年 她刚出嫁 两年 作为一个哥哥按常理来说 我们应该是更同爱妹妹更保护妹妹的 对吧 对 我现在就是想把我的户分出去 我们还 那你考虑过妹妹吗 那是你的亲妹妹 是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人 我现在没 咱们刚才说了很多您父亲的一方面 六十六岁老人家 我们不去做强行的改变 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人 是 咱们能不能别学老父亲那个样子 我没学 就是做一个哥哥该做的事情 是 你咱们不说完全平等 不说我一定要吃亏让给妹妹 但起码给妹妹一些交代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 我也是作为一个男孩 我没有妹妹 我很希望有妹妹 对 是不是 开导完小刘后 专家们再次与老刘进行沟通 冷静下来商讨房产商的问题 并希望老刘能够改变重男轻女的看法 那闺女也行 不赖 所以人家越好越欺负人家 你妹妹不说话 你就不知道她是你的对手了 那重男轻女她咋自己力量就重男轻女 她咋一个人就重男轻女 回到这时候六十多岁了她能变了 就是重男轻女法律也不支持 儿子呢 我是重男轻女 到这时候该重女轻男了 对 你这是往里拐不往外拐 都没话 面对老刘固执的态度 调解专家们也看出了这场家庭矛盾 其实并非是兄妹矛盾 问题的关键是出在老刘身上 分析出这点后 专家与老刘进行了深入谈话 您到这里来能希望实现 把您想过户分户的房子地 给过了户分了户 但万一有任何问题 又能随时拿回来 不是 就是那样能那么多呢 不是就不分户不分家 还是我 还是我的 你要能给充斩 你这才预理是要 待会儿给充斩一个呢 别过完了户了 回到这还是我的 不是就等一会儿下头 那个分家那块的 分产业那块的 这是你的 我的那块的就不 就先敢了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事实上也是有办法 用我们说 比如说是一个 善养赠予 协议 我赠予你给 赠予给你东西是有条件的 你得养我老 养老送终 生养死障 因为我刚才记得你几个关键词 既想分家过户 又想呢 把拿出去东西 万一有任何情况 可以随时拿回来 你是怎么表达的吗 不是 这不刚才跟我说是 什么吗 就是说是 还得要搞分家那块的呢 我不再也搞分家那块的 也搞分家那我没法分完了 那不是 他乱了 那你现在你就比较不清晰了 你给了儿子一块 那不等于分出去一块了吗 我要是政府 咱们第三条纪要给我出一个 什么证据还能要回来 那还是全是我的互分 就连户过了就多 公家您怎么考虑 您把您那份的把握住 对 我是这样 他就归他儿子了 您就不管了 管不着了一个 那我上这管他去 如果真过了户 产生法律效力的话 你这块就没了 你怎么再往回拿呢 咱先不说法律上可行与否 因为你是农村宅基地 不是城市的产权房 是 因为我们打很多官司 赠与完了以后 或赠与方翻脸了 对您不笑了 最后弄到老人家赠与一方 最后没着落了 想往回药可没那么容易 真要回来了 对呀 那所以您刚才说 农村宅基地现在过户 说你也去试图办过这个手续 跟城里的房子不一样很难的 对不对 原则上你根本就过不了 因为起码据我所知 第一农村它不批宅基地了 9394年以后 第二 现在就是说你想用地的话 除了你四大乱建以外 你没有好的办法去占有这个农村的土地 那么你现在想过户 手续上也现在没有机构给你办这个过户手续 说今天在你名下的集体土地 建设用地使用这儿 使用人变成有你变成别人 没人给你办 那你除了你自己写个东西以外 没有更好的办法 跟咱们农村城市产权房不一样 我一开始我也说是写一个东西 写一个东西我归妮不相信 他说你这次要过了过 我老看咱们这栏目 有时候要回来的时候很难很难的 我就是不想要回来了 我重来听听 就不要了 就是给儿子了 给儿子了 好坏就给儿子了 回头呢 归妮要不掺和 这事 想当说不掺和 这事就没有了 没有这个 他掺和我认为是这样 他作为一个相关利害关系人 在父母 尤其是父亲处理问题不公的时候 他是会表达他的意见的 但是他这种表达意见 对你有没有影响 那咱领当别论 因为毕竟像你们所说的 这些东西是你们老两口的 对不对 是啊 你老两口的 那爸妈的财产 爸妈想怎么处置 还是爸妈的权利 起码父亲或者母亲 各占一半权利 但问题在于 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家庭的 比较一致的意见 做这样的处置 家庭可能就爆发了战争 引发了矛盾 反来一个和睦的家庭 由于我们老家处理问题不大 造成两口子可能要离婚 儿女可能 大家跟你六亲不认 那我们又何必呢 对吧 你不 我不想要办这分户吗 这是我的企图 你就是认准了要分户了 要分户了 现在我一开始 我要不分户 也没事 不想那事也是 一想那些 现在再不办 都不好了 现在再不好了 儿子该不愿意了 你就是有点骑驴难下了 不是 但儿子跟儿子 该不 该挑你毛病了 该挑你毛病了 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是吧 你们立场不坚定 不耳反耳 你立场不坚定 这是还用上第三条 你即可就办得了 这最早是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 要分户 你提出来的 要给他分户 要给他分户 要给他分出去 回头呢 有的时候农村利益 有点什么 瞧病股的 报销股的 有点好处 小好处 那你们父子今天到我们这来 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 小刘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 我们这孩挑完了 我们还一块儿过 挑完了 还跟谁一块儿过 就是我跟父亲母亲 还一块儿过 大概一个房子里头 在专家的耐心开导后 老刘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烦闷 事到如今 也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我跟我爸还通过场 我哥跟我妈之间通事儿的少 你可以让我妈来说 他跟你们都过过头 不如随老人家 我们不去做强行的改变 但是您作为一个年轻人 是 咱们能不能别学老子的那个样子 我没学 您就是给儿子一张饼 你吃去 然后给女儿画一饼 画一饼 没画 快时间了 没有那些 都没画 撒了手怎么办 人不管我们怎么办 是吧 一手里没动 你玩 就是中男轻女 法律也不支持 你是因为听了陈绿的那句话了是吧 对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这句话可爱人不嫌 我都记住他 我天天一场不落 那句话怎么说的 老本老窝 是吧 就是 我天天同 撒了手怎么办 人不管我们怎么办 是吧 你手里没动 你玩 满满 就是 你手里没动 你朝谁要去 陈女士是第三调解室的忠实观众 也十分赞同陈旭律师的观点 因此 在这次房产分户的矛盾中 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固执 您不就给他一块吗 还有两块呢 是啊 竟因为块多还捣乱着没 块太多了 要没有了块 他倒不捣乱了 那按说您这老伴挺有眼光的 那买了一块又一块 这还卖一块 要不卖一块四块呢 这还卖一块呢 那时候是不是老伴的主意啊 买 买啊 你说一样 那时候买 那时候买 哪怕我这样 最好儿子钻正大 就买了 我看你84年买了一块 93年买了一块 这都很便宜吧 几万块钱吧 手里连10块钱都是钱 都是钱啊 84年的确是钱 都没瞅进过10块钱 他上围巾我买西湖里 一趟买8块钱 看看 那你这老伴说什么 挺能干的 是吧 就是我俩人说实际 真是 那只干 就俩孩子都给带地儿的 那您因为这事儿 就跟他闹掰了 掰了 掰不掰的也多么馅儿了 萝卜馅儿了 多么馅儿掰了 我这老跟他嚷嚷 都快掰舌了 对 是吧 差一点 是 对 就因为要守好老本老窝 听这话了 对 第三条解释之 势均力敌 明天同一时间 记得